很快又要到春节跟寒假的旅游旺季 而今年受到油价的影响 出国团费普遍都上涨 其中到中国大陆的行程 因为大陆客来台湾的人数增加 导致机位特别抢手 涨幅最高要一万块钱 另外呢 美国的行程虽然有免签证的利多 但是机票的涨幅也高达七千元 消费者实在是很难省到什么钱 别以为美国免签证就可以省下四千多块 今年春节如果想去美国玩 团费最多比去年同期涨了七千块 美西九日游团费七万八千九起跳 一家四口至少得准备三十一万台币 航空公司的预期心态 他认为免签之后所有的消费者 前往美国的意愿提高 所以他的票价也提高 那提高的话跟今年的春节的时候 大概提高票价大概两千到六千不等 春节团费大涨的除了美国线 欧洲最多也要涨五千块 中国团最高还可能涨一万 业者表示团费高涨 主要还是跟油价上扬有关 但中国线特别因为陆客来台 数量大增才会涨更多 主要是因为陆客赴台的关系 机会数量减少 加上我们的税 这个燃油的部分 再加上整个贵率的乔整 不过寒假春节出游 还是有其他比较优惠的选择 日本线因为日币的汇率下降 航班变多了 比起去年同期最多跌三千块 东南亚国家的旅行团 价格也跟去年同期差不多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